HELLO 大家好,好久沒有拍這個Airbnb的系列了吼 所以我今天呢,要做什麼東西? 我今天主要是因為有人check out嘛 所以我就拍一下,我收拾房間的情況 Let's go! OK,所以每次當顧客一check out的時候,就是12點前check out嘛 所以每當他check out的時候,我就會收拾房間咯 所以我要收拾房間,我要準備些什麼的 當然是換船單,換那個枕頭套 我的Airbnb的是在樓上 所以我現在要去我的store room 我去我的store room,就是準備傳單跟那個枕頭套,還有那些毛巾要換的 所以要準備一下咯 這個就是備單 一個傳單,還有兩個毛巾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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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枕頭套 1 1 2 3 4 4個枕頭套 通常人家Airbnb都是給兩個枕頭而已 但是我比較用心,我給4個枕頭 所以會有點麻煩,因為要換到4個枕頭套,有一點麻煩 但是這個麻煩是值得的 所以我現在上去換船單 5個枕頭套,可以再換柄全家人家 1,3個枕頭套有一點usa,在對方 2三 Charmata 1,4個枕頭套 用筆子 下山田的帶美味 就相对的来变得比较容易 然后最重要的是每当顾客一jet out 传单枕头套我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换 所以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子收拾的 就是直接把要洗的东西用床套直接全部包起来 一次过丢进洗衣机洗 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Frabish空气清新机 用Frabish主要的原因就是把那些细菌 好像船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去洗的 所以我们每个顾客用了过后我们都会喷伤 好让整个99.9的细菌没有掉 然后这个一定要各位因为毕竟有些顾客他们的体味 那些有抽烟的他们味道会比较重一点 一进到整个房间了整个房间的那个味道就真的会非常重 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现在我们套枕头套 可能你会问我为什么我都是用单色的颜色 好像穿单我都是用单色的 好像枕头套我都选择用单色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来这里我会感觉到好像是去Hot掉 因为Hot掉的穿单那些全部都是单色的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顾客他来到这里他会觉得有像Hot掉的感觉 所以你看我Airbnb 我整个房间我也没有做太多的装饰太多的什么 就只是床头那边放一些图画 然后全部都是单色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 换穿单 就这样子我就把全部给收拾好了 当然还有垃圾桶的垃圾要丢 还有扫地跟麻地 然后最后再把空气清天系喷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铃铛 我是87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